海棠郡最新優惠政策 來啦 700元首期即可上車 125平方 竟然可以做到五房單位 而且還是南北對流5米6的超級大樓台 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期幸福家貧道 我是熊仔 Leo 今期 Leo 回到海棠郡 最新的六棟及八棟 做到最優惠的優惠政策 就是700元首期即可上車 我們接下來一齊去片 我身處的位置就是我們六座的實體樓層 我身後的單位就是零一戶型的125平方 如何做五房呢 進來看看 我們這個實物門 以及機械式的鎖 就是我們的家庫標準 到時候想方便一點的情況下 可以將這個鎖換去 換成我們智能的密碼鎖 費用的話 看回牌子 便宜的話 千多元都有 如果想質量好一點的話 達到兩千多元到三千元都可以選擇 日後七日便方便很多 不用擔心 忘記帶小事 進不來 進來的第一個空間 就是我們這個入戶花園 浸送一半的面積 這個空間是非常大 足足100呎 而且他們這個空間 做到兩邊的採光度 是非常之光猛的 而且他們這間房間 最好的就是放一個米五床 是可以的 因為它是櫃 沒有地方放 要放在這個位置 或者放在裏面 這邊的廠溫度 當然不要浪費 這邊的話 就是望回我們圓能的 以及我們這個泳池 大家也可以看到 下面已經有工人 清潔地衛生 為甚麼呢 因為每逢夏天 基本上很多外包的人員 會包一些永遲日 去做一些課堂 在這個空間的對面 這裏有一個空間位置 亦有100呎左右的空間 這個空間作為我們大二個空間 加多30萬元的一個情況下 就可以多了100呎的一個房間 在這個位置 當然這個也可以說是我們發展商 送給我們的二主朋友的一個福利 進來之後 這個空間是屬於一個玄光位 但是它們有一個門 為甚麼呢 因為大家都知道 這個單位是直衝到我們的主人房 所以它們會在這個位置做一個門 加深在我們裏面的一個隱私性 進來之後 它們就是南北對流的一個設計 首先我們在餐廳這邊開始說 這個闊度的話 就去到2米8的一個闊度 擺放白人的一個圓桌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當然這個空間亦沒有浪費 喜歡喝茶或喝酒的一個業主朋友 可以在這個位置做一排櫃 收藏的酒櫃 茶櫃都可以 沒有問題的 對面這個位置就是我們的廚房 廚房它是做了U字形的設計 它們這個樣板房做的時候 就做了細氣一點點 為甚麼呢 因為一百二十幾平方做到五封的情況下 一個雪櫃是不夠用的 所以日後自己裝修的話 預留兩個空間在這邊 擺放一個比較大的一個雪櫃的位置是OK的 而且它們都可以參照我們這種設計去做的 而且除房亦都建議我們的業主朋友 在上面可以做一個涼霸 這樣的話平時我們煮菜的話 就不會太熱 這邊這個窗口看出去 同樣是看我們原能的景觀 我們輸回來看看 這個庫路台 庫路台的一個空間 其實亦都是去到兩米八的一個空間 平時亦都可以滿足得到 我們放洗衣機在這邊 還有洗衣服、內衣服在這個位置是OK的 還有它們這個庫路台 看出去是整個月能的景觀 其實亦都是看得到的 我們現在是錄了 隔離的話 很多觀眾朋友之前有反映到 會不會再吵 因為隔離就是我們的坦周快線 其實我們站在這個位置來說 這個吵疾音是不大的 如果我們做一個雙層的中空隔音波 在這個情況之下是可以完全隔絕到它車的噪音 因為在陸座的隔離 還有兩棟和一些願能的景觀 遮擋著這邊的聲音 OK 這個方位就是我們的客廳 客廳這個幅度就達到三米六的一個幅度 非常之舒服的 梳化 擺一個U 極的梳化 其實都OK 沒問題 對 輸到來之後 就是我們的主露台 超級大的主露台 這個主露台的一個幅度 去到六米的一個幅度 非常之寬 副露台作為我們的浪衣服 放洗衣機 主露台在這個位置做BBQ 都OK 沒問題 現在他們都是預留了 最近可以租回一個櫃 可以收納一些植物 一些失碎的東西 可以放在這個位置是OK的 還有我們現在的位置是山樓 山樓的話 看出去就看我們的山景 以及一些願能景觀 如果你高層的情況之下 是可以看到整個山景的 OK 我們就看看我們的靜區 我們第一個空間 長輩房先 這個長輩房有一個特點 就是連通我們的主露台 這個長輩房的 其實你的麥克風床 是非常之大 非常之舒服 這間房沒有飄窗進送 因為它是連接我們的主露台位 這邊的一個櫃 其實這個空間來說 已經足夠給我們長輩居住 非常之舒服 做三邊落地床的一個空間 是沒有問題的 對面這個位置就是我們的洗手間 當然這裏就不是我們的交付標準 日後建議的話 這些洗手盆是可以按照 但這些勁櫃 千萬不要浪費 為甚麼 因為他們做了我們這個位置 一半 其實我會建議 業主朋友拉到這邊 做一個全面櫃 後面就可以做一些收納櫃 我可以看到整個洗手間也好 它的空間是非常之舒服的 OK 包括上面的一個情況下 亦都可以做一個暖霸 即是平時我們冬天洗澡時會很冷 你做一個暖霸的情況下 可以開一些暖氣 是OK的 其實他們這個空間 都是非常之大的 非常之大的這個企肉 我們是第四間房了 第四間房間才上背房是第三個 這個是第四個 第四個就是我們的客房 這間客房的飄窗位是已經預約了的 所以看到整個空間是非常之大 麥打的床三邊落地是非常之舒服的 而且他們做到我們全落地的玻璃 採光度量非常之光敏的 而且這個方位也是看回整個圓林 如果你低層就是看圓林 看泳池 高層的話可以看對面的山頸 當然會讓隔壁的洞有少許遮擋 我們最後就是轉入房 這個套廁就可以了 剛才跟大家說了有手尾對沖 但是做得非常之好 兩個門可以隔著這個 當然風水我們不再說了 這個洗澡間的話其實是比較好的 唯一一個美中不足的就是這個盛柱場 這個場是不能預約的 如果預約到的情況下 你放浴缸是非常之舒服的 當然這些設計的話 亦都可以參加我們大家所說的 去設計做一個全面的 嘩這個房間 唯一浪費了這個柱 如果這裡沒有一條柱位 放浴缸是非常之舒服的 這邊就是我們的轉入房 這個轉入房比較有特色 就坐了270度的飄窗 在這個位置沒有鋪到過 因為它在下面是放一些AC 所以是鋪不到 如果你高層的情況下 亦都是跟我們轉入房的景觀 是一模一樣的 看看我們的山景 而且他們這裡 亦都可以放一個米白大床 三邊陸地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OK 這個單位下來的一個情況下 你最低的首富才去到 7萬元起步 月供的話都是供5千多元 就可以了 125平方 竟然可以穿到5房 而且低手褲才去到7萬元 再加上現在內地的一個政策 尼斯來說 亦都是首尾偏低的 去到3.7的一個手套 那樣的情況下 月供上面來說 基本上是沒有甚麼壓力的 去到4千多元到5千元 做了油油 當然取決於你的樓層 當然 除了125平方之餘 其實150幾平方的單位 亦都可以做到一個低手褲 7萬元上車的優惠 而且他們這個單位 無論是125平方也好 還是150幾平方的單位也好 同樣都是做到5房的一個戶型 同樣可以享受7萬元低手褲 上車的一個福利 如果在這樣的情況下 評判情況觀眾朋友 你會選擇哪一個戶型會較多呢 如果這些單位你選擇回來 退休或者度假的話 其實1125平方 你可以做5房也好 不做5房的話 都可以沒有問題 這個就取決於 我們月主朋友的一個想法 如果這些單位你投資的情況下 個人真的不是很建議 為甚麼呢 因為這個面積確實會偏大一點 你選擇投資的話 基本上兩房一房的投資 根壓沒那麼大 你日後轉手的話 亦都會方便很多 每逢週兩日 我們都會在香港的太子A7號 有體樓團 如果你想了解這些盤的詳細情況 亦都可以參加我們公司的體樓團 當然 如果你不想參加體樓團的情況下 我們亦都可以提供 專人的一個私人線路 去訂製體樓路線 樓是沒有實存實味的 但相信一定有最嚇人的樓盤 我是熊仔牛 持續為你帶來中山最新的樓盤資訊